今日话题由奔赴暂时播出 请上painforce.com发现更多葡萄酒加妙 奔赴欲见不凡 请理性饮酒 欢迎收听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相信很多的朋友大概都知道 从新闻当中从各种渠道都知道 昨天百岁的美国的一位学者出身的外交家 基辛格或者叫基辛吉去世了 像年刚才说了一百岁 所以今天我们就稍微再来聊一下这位人物 他靠着自己的对外交历史 对外交政策的深刻的理解 对各国政治地缘政治深刻的理解 实际上他为美国的前前后后12位总统出谋划策 其中有两任总统 一个是尼克松 一个是福特总统 他还亲身的担任国务卿兼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所以呢发挥了他极大的这个在外交方面极大的这个影响力 所以在从中美关系也好 从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也好 从中东的地缘政治和中东的这个关系也好 他都有这个杰出的应该说是贡献 但是呢除了他的贡献之外呢 实际上他在其他的有一些地方呢 是颇受人们的批评的 尤其是在拉丁美洲 他曾经参与过比如说推翻智利的这个民选的 这个左派总统阿联德 然后让他被暗杀 然后后来又把这个皮诺切特 这个军事政权军事独裁者 推到这个智利总统的宝座 让很多的人被绑架被杀害等等 所以这个事情呢 现在这个智利的一些受害人的家属还在告他呢 还在法庭上告他呢 所以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啊 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百岁老人的一生吧 刚才说过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 但是呢唯一的对于这个人物 没有争议的一点是他的重要性 这是没有争议的 但是从这一条线开始 这个双方对这个人的看法 就是认为这个是一个邪恶的人 和认为这是一个杰出的人的 这个在这呢就分道扬镳了 在他生前有一次在华盛顿盛大的酒会 就是说突然有一个人 我记得好像是欧北欧的一个什么拜交官吧 就走到他的身边来 说Dr. Kissinger Thank you for saving the world 基辛格博士 谢谢你拯救了世界 那么这个时候 Dr. Kissinger留下了一句名言 You're welcome 不客气 就等于承认了 这事情是我拯救了世界 昨天纽约时报 对于这个人物 刊登了一个三十多页纸的大型的复文 当然这个文章在他生前已经写好了 在这个文章的最下边 有一千多个留言 你只要稍微扫一扫这一千多个留言 你会发现 我没有做统计 但是你的印象是将近90% 是痛斥这个人物的一生 用的词汇 这是一个邪恶的人 这是一个战争罪犯 这是一个居心不良的人 这是一个谋杀犯 这是一个给世界带来毁灭性打击的人物 这是一个杀人 Killer Murderer杀人犯 这是一个只有精英才会称赞他的一个人物 这是一个沾满了鲜血的人 在他手上死亡的人数超过500万 由于他的政策 当然现在这个人已经去世了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考虑到这个人的历史的地位 我们必须把两方面的 对于这个人的评价都要想一下 因为刚才是点了一下他在世界一些地方 在2002年的时候 有一个纪录片拍摄出来 这个纪录片是根据Christopher Hitchens 这是英国的一个学者所写的一本书 改编的 叫The Trials of Heron Kissinger 审判亨利吉兴格 在这里面隶属他的罪状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物 他昨天的离世呢 我们听到的对他的赞扬声 可能会高于对他的谴责 但是他在一生中 做外交事务当中的失败呢 很遗憾 也被凸显了出来 由于他的叙事 任何报道他的人 任何报道他的文章 没有一个不会提到这方面 不光是在南美洲 他在印度尼西亚 他在老挝 他在柬埔寨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叫杀人如麻呀 而他的这个杀人如麻呢 要按照他的解释 叫做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冲突 有的时候没有办法 国家和国家之间 一定要寻求的是利益 在寻求这个利益的时候 要付出一些 叫做道德价值观念方面的代价 我也没办法 这是他的解释 这是他一辈子的 外交经历的一个精髓 就是我们说的 所谓的马基亚维里似的 为达目的不做手段 今天利益要求我反共 我把几十万人杀死 明天利益要求我连共 我立刻把脸一换 飞向中国 后天又让我反共 那么我继续来 向川普总统 向拜登总统等等提醒 说未来美国最大的威胁是中国 等等 就是一切的一切 都是考虑到美国的国家利益 那么从这一点开始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人 这个人物 因为他刚才讲过 有十二位美国总统都听过他的建议 这个人是美国唯一的一个政客 是见过中国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所有领导人的人 其中他去过中国一百多次 光是见毛泽东就见过五次之多 所以他在中美关系这方面的贡献 或者他做出来的一些外交方面的成就 也会我们在节目中会提到 好 我们就先看一下 他是1923年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的一个小城镇里边 他父亲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员 母亲是当地的一位富商的女儿 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算是中产阶级的家庭里边出生 他好像还有个弟弟 他们就是兄弟两个人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他到十岁的时候呢 就已经目睹了这个德国的纳粹主义的崛起 那个他十岁的时候 1933年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希特勒就开始当选总理了 就开始上台了 那么反犹太的这个情况 迫害犹太人的情况呢 就越来越严重 后来他的父亲呢 就无缘无故的就被辞退了 学校教员的这个职务 原因就是他是个犹太人 他不能在公立学校里边担任教员 所以呢就被辞退了 辞退之后呢 家里头就生计就断了嘛 后来他母亲呢就开始 因为家里头还算比较有钱 同时又有一些亲戚在美国 所以他母亲呢就开始说服家人 干脆全家移民到美国去吧 这个事情呢 大概耽搁了好几年的时间 一直到1938年的时候 他们全家才同意说是就移民到美国来吧 在1938年他15岁的时候 已经有两年没有上学了 大概是因为这个环境太恶劣了 他对犹太人的迫害啊什么的 所以1938年的时候 他们就坐上这个轮船呢 就来到了纽约啊 他们离开三个月之后就在德国发生了这个著名的水晶业事件 这个就是全面的开始迫害和这个逮捕犹太人关到集中营里面去 所以后来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说他说如果要不是他母亲的坚持 他们如果再挽走一段时间的话 他说他就不敢想象 他们全家很可能就会死在这个集中营里面 欢迎去收听由中营和高林美尼组织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是美国著名的 甚至有人说是冷战时期最有权势的一位国务卿 或者是国家安全助理 他基辛格或者基辛吉去世 他是100岁的时候去世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稍微的回顾一下 这个人因为他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呢 起到了很大的有很大的影响力吧 而且呢尤其是美中之间 美中关系呢他等于是起到了破冰的这个作用 所以呢人们提到他的外交的成就的时候呢 一般都会提到这一段这个他做出的这个贡献 在他的理念当中呢 就是对于国际秩序的这个理解当中 就是大国为主小国为府 所谓小国就是常常小的国家被他用来当妻子用 我手里拿这本书是2014年的他写的书叫国际秩序 我为什么拿这本书呢 我只是想趁机感谢一位朋友啊 因为他为我拿到了这本书 还获得了Kissinger的签名 在这个地方 是在Nixon图书馆一次活动当中呢 我的这位朋友见到了Kissinger 然后拿到这本签名的书送给我 在此表示感谢在Kissinger去世的这个时候 那么回到刚才他这一个人物的医生啊 走过来的路从德国来到了美国 那么后来他发现家族当中呢 有13个人死在集中营里面了 然后呢 他在美国呢 就开始了他的求学的这个道路 因为时间的原因呢 你想这个人做的事情太多了 我们只能是就迅速的 加快步伐往前走 就是他在美国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呢 他遇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二战的时候呢 他又去在那个部队里啊 去当过兵 然后又后来回到了他的德国的家乡 回到了他的家乡以后 就二战以后他留在那了 留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他就是我回到我的家乡 看到那些被希特勒杀死的犹太人呢 看到幸存者就了解这情况 他就一个结论就是 人们在悲痛的时候呢 是这个软弱的时候 当你软弱的时候 你就是被人欺负的时候 当你被人欺负的时候 你就是走向死亡的时候 这个对他的教训非常的大 回到美国进入到哈佛以后呢 他研究国际关系 那怎么会研究国际关系呢 原因是他在当兵的时候呢 有一个讲员 就是美国的 在美国的军中啊 有一个Kramer这个人叫 Fritz Kramer 这个是一个军中讲员 就一次讲座 这一次讲座 他那听了以后啊 那简直就是觉得叫毛色顿开啊 听完了这个讲座以后 他说我这辈子啊 我知道我干什么了 他给这个Fritz Kramer写了封信 他说你对我启发太大了 我请求你 让我做你的助手 你需要什么帮助 让我来帮助你 就是这个是一个改变他生活道路的这么人 后来进到哈佛以后 又遇到一个教授 那个教授呢 他的国际关系的理论啊 国际关系的思想啊 也影响了他 对 William Elliott 这个教授呢 是在美国非常有名的 恨不得是鼻祖 就是政治学的鼻祖一样的 他曾经给四位美国总统担任过政策顾问 所以呢 实际上这个 Elliott这个教授呢 等于是他的第二个伯乐 第一个伯乐就是这个Kramer啊 Kramer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讲员啊 讲员后来 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他已经在巴顿将军的手下担任上校 然后后来调回 就是战争二战结束之后 他回到国防部工作 实际上他这个二战结束之后 基辛格回到美国来 他想继续求学 因为他在参军之前 他上的那个纽约的社区学院啊 上了一年 后来回来以后 他想还回到这个社区学院 Kramer是说 你开什么玩笑 绅士贵族不上社区学院 只上一个学校叫哈佛 然后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 居然他就以二年级的学生进到哈佛里面去了 不是居然有这个人写推荐信 他上哪 对 这指哪打哪了 对 当然他也不负重啊 就是到了哈佛大学以后 他是以全A的成绩 最优秀的成绩 各门各个学科都是 以全A的成绩毕业 据说还有个 还有个说法一直流传到现在 说是他那个毕业论文 关于外交政策的毕业论文 写了300多页 快400页 380几页 是 然后这个叫做 叫Kissinger Rule 这个是后来以至于 那个教授通过了一个叫做不成文的规定 说以后的毕业论文 长度有限制了 只能写基辛格的那个三分之一 不能超过三分之一 超过三分之一太多了 我们教授都弄不过来 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么一个规定 就是这个规定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 那然后呢 他的在他的这个指导老师刚才说的 William Elliott呢 他也是后来在越战爆发期间呢 他就派Kissinger呢 去这个去朝鲜去 去韩战的这个地方去 等于是作为政府的一个观察员 去到了这个战区 来了解情况 其实他去到参加韩战的这段时间呢 才开始对神秘的中国产生了兴趣 对但是那个时候还暂时顾不到 因为美国呢 在越南这个地方 开始有所行动了 因为那个时候呢 是冷战 而冷战呢 是一个叫做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对抗社会主义 或者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理念 他除了是地狱之争 是权力之争以外 他又是一个意识形态之争 就是咱们来证明谁是对的 这个国家是用社会主义的方法 管理还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 但是在这个争论的背后呢 是血流成河呀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造就了他对于战争的理解 和他对于利益的追求 这个利益就是 当在越南战争进行的时候呢 他发现有一些越共呢 是跑到旁边一个中立的国家 叫做柬埔寨 在那个地方呢 安营炸寨 于是他就制定了那个著名的 叫地毯式的轰炸 在越南这个 在柬埔寨这个地方的地毯式的轰炸 炸死了至少五万民平民 当你是地毯轰炸的时候 你还怎么办啊 那谁被炸的谁死啊 就是肯定的 无差别的 整个村庄 整个村庄就毁掉了 对 无差别的轰炸 这就是说为什么 说那个叫审判Kissinger 就是2002年的一个纪录片 在YouTube上 整个可以看到 一小时二十分钟 叫The Trials of Henry Kissinger 两面的都有 有赞扬他的 有反对他 但是都是 举出了一些历史上的事实 来说明这个问题 说为什么这个人 是一个杀人犯 在柬埔寨 老挝这个地方 也翻译成辽国 这个地方的狂轰乱炸 然后在东巴基斯坦 东巴基斯坦 后来变成了一个国家 叫做孟加拉 在这个地方 因为美国需要巴基斯坦 这个国家的利益 而巴基斯坦这个国家 要打败东巴基斯坦 这个独立的运动 所以美国予以了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的杀戮 也是因为Henry Kissinger 他制定的外交政策 导致三十万平民死亡 然后还有一千万的 叫难民 接下来又到了 这个印度尼西亚这个地方 是美国的干预 那地方有个国家 叫东帝问 东帝问也是左派 就跟那个智力一样 是偏左的这样一个国家 也是美国军事卷入 在Kissinger的政策指导下 三十万人 十万人死亡 有的是被杀死的 有的是被饿死的 后来 有一个美国总统 就是当Henry Kissinger 进入到白宫 做国家安全顾问的时候 这个人只有八岁 他的名字叫奥巴马 他在做了总统以后 他对Henry Kissinger 基本上没有说过好话 他说我在任的 他在离职以前 说我在任的八年当中 一直在处理 Henry Kissinger 留下的隐患 他在这个世界上 造成了这么多的麻烦 我八年的时间 都消除不掉 然后他最后是说 我想问他一个问题 就是直到今天 还有一些在亚洲 在什么这些地方的一些孩子 不小心碰到了 一个煤爆的炸弹 把两条腿都炸断了 有的时候就直接炸死了 他说请问这个 对美国的国家利益 是哪里有帮助呢 怎么就帮助了 美国的国家利益呢 但是历史呢是这样的 永远咱不能是 事后诸葛梁 你不能事后说 但是现在回顾一下 他制造的这个 大面积的反共的 运动啊 就是从越南到印度尼西亚 等等啊 这些哪里成功了呢 对不对 这共哪一个国家的共 被他反掉了呢 越南是不是沦陷了呢 对这些问题 我们交给历史来处理 但是历史也留给我们 非常有讽刺的 就是从阿拉法特 到Henry Kissinger 他们都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得了诺贝尔和亲 平奖1973年 是因为他在谈判过程中 促成了美国从越南撤军 好那么稍待会儿 我们就再继续来跟大家来 分析这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 欢迎继续收听 有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我们回顾一下 刚刚去世的这个基辛格 或者叫基辛吉 他的这个外交政策吧 那个在他担任尼克松的这个 就是国家安全顾问之后呢 其实有一次 初期的时候就有一次和谈的机会 而且呢 当时提出来的和谈的条件呢 跟后来1973年的这个和谈条件 是一样好的 几乎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他认为说他上任之后 可能会做得更好 可能会为美国争取更多的利益 可能会保全更多的美国的面子 不要让美国总统这么尴尬 于是呢 他当时并没有这个这么做 没有当时就签下来这个协议 反而呢 他就提出来 比如说是当时这个在和谈之前 他就制定了一个进攻计划 就是对柬埔寨 进行这个地毯式的轰炸 这个等于是战争扩大化了 然后还派了一些美军啊 秘密的进入到了柬埔寨 进行这个地面的这个行动 他认为说 进行轰炸和地面的袭击行动之后呢 可能会迫使北越的政权呢 会坐在谈判桌前 做出更多的让步 那么从目前解密的各种各样的资料来看呢 这个基辛格老先生 他是对有的时候对自己的谈判技巧啊 给予过高的估计 而对对手呢 他们的能力和韧性呢 又评判 又估计不足 所以呢他后来提出来的这个 就是三部曲 就是谈判的就是和谈的三部曲 被北越一下子就拒绝了 北越拒绝的理由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实际上当初的这个北越 这个当时胡志明就判断出来说 美军更希望尽早的结束越战 因为拖下去对他国内的政治 对他国内的这个选举都不利 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越来越大 所以呢他说既然美国想要走 那我凭什么还要让步啊 说到这儿我们其实有句话就必须得说 这个就叫做判断失误 对吧 这个直接说了啊 没有必要在因为他的其他的方面的成绩 而予以掩饰 关键问题就在这儿 他速度的判断失误 刚才讲过像是在东地温这个地方 不是东地温是东巴基斯坦啊 东巴基斯坦这个孟加拉国建立之前的 那个时候 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 连发电报通知美国政府说千万不能再用重兵了 结果呢 没有听 造成了大面积的死亡 在南美洲 其实阿联德是一个民选的总统 你就算是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或者是一个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等等这种人 但是刚才说的利益和价值 美国不是向来以尊重民选为主吗 对不对 你不管这个人是什么理念 你得尊重这是民选的呀 被干掉了 当然有说是阿联德自杀了 但是关于阿联德是不是自杀这个事啊 我也不知道历史能不能说清楚了 即使是自杀 美国也不能逃脱责任 而再更不要说后来的皮诺切 那就是自己国家的人死亡 而在这样的一个国家 不用说一个国家 是很多的国家 都是自己国家的政府 杀害自己的人民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有了美国的支持和美国的影响 这个就是为什么 说在这一位外交家去世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办法躲避听到对他的谴责 就是在这 因为你知道政策的失误 比打仗死的人多多了 一个政策的失误 那有的时候是千万人的死亡 你知道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找那个制定政策的那个人 而这个人物呢 也没有办法 他诞生于这样一个学校 叫做哈佛大学 其实他非常痛恨哈佛大学 他曾经发誓我一辈子不回到哈佛大学 你知道吗 但是后来又回去 因为他人家是对不对 走到很高的地位 他回去了 他在哈佛受到排挤 受到大面积的排挤 就是因为叫做不务正业 他老去搞这个国际事务什么的 他不好好教书 受到了排挤 但是 后来他离开政府以后 顺便说一下 他想回到哈佛大学执教 被哈佛大学拒绝了 婉拒 就是人家截仇了嘛 你不要我说我也不回去了 以后就是这样 但是后来他90多岁的时候 他好像又回去 又讲话有什么的 为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点哈佛的名字 就是他在这个地方呢 他一心二用 心不在焉 他在那儿跟刚才说那个Elliott 这位叫两人称的一个叫做哈佛国际研讨会 这一听 这什么意思啊 这国际干嘛的呀 在那个年代呢 在这个研讨会里就来了很多重要的人物 包括法国总统 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德斯坦 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叫做中层根康宏 以及后来的什么这个印度尼西亚 不是叫做马来西亚的现代之父 叫做马哈希尔 马哈姆 等等 就是说这些国际精英都聚集在这儿 那你像这些人在一起他们交换的意见 他们的理念的交流 Henry Kissinger跑到教室里面对那些十八九岁的孩子 有什么意思啊 对 他在想着更大的事情 对 这个国际研讨会呢 实际上主席就是这个Kissinger 就是基辛格 所以呢 他在这方面呢 积累了非常深厚的人脉 你比如说像这个研讨会 大家都有了一面之交 有了这个交情以后 他跟这些人打交道的时候就方便的很多 各个国家的这个精英层或者是领导层里边 都有这个熟人嘛 所以就以后再做起外交来就非常的这个方便 所以呢 这是一回事 那么到了1968年的时候呢 实际上他还没有进入到白宫 那个时候 对他69年进去了 69年进去 68年的时候呢 他尽管是在哈佛大学教书 但是呢 他经常活跃在其他的场合 比如说那个时候 他就为当时纽约州的州长啊 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呢 做幕僚 所以呢 因为选总统嘛 对洛克菲勒当时在选总统 那么他就认为说洛克菲勒 他显然压注认为洛克菲勒能赢 又是一个判断错误啊 因为当时洛克菲勒跟一个叫Richard Nixon的人在竞选 对 然后呢他就给他撰写一篇稿子的时候呢 就是竞选的演讲稿的时候呢 提到了一个就是中美苏啊 这三国可以这个叫做视力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啊 提出来这样的还那时候还不叫理论 这个设想啊 提出来说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变得更好 因为当时在冷战时期呢实际上有一个比较大的理论左右这个冷战时期呢就是说 当冷战时期大家为什么要竞争就是美苏之间进行竞争呢 两个超级大国因为当时理论认为说只有一个超级大国他的军事力量超越所有的国家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变得非常不稳定就说比他弱的那几个国家呢会变得非常的不安全于是呢就会产生军备竞赛他说如果要是有三个国家势力均衡的话那么整个的世界和平啊就可以得以维持和保证 所以那个时候就提出来中苏美三方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方面做一点事情 当然那个时候那个美国跟中国之间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不是因为地理的原因是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这个是这个格格不入的 所以当时人们认为说他这个简直是不知道说的什么话 天方夜谈了 天方夜谈人家想都不敢想他居然敢提出来 没想到这个尼克松啊上任以后打电话给Kissinger说我知道你在竞选的时候骂过我 说我的国际国际政策外交政策我可以把这些东西呢当作是政治方面 你为了各位其主你为了你的这个这个洛克菲勒这个效忠 所以没关系我不记仇你来我这做这个就叫国家安全助理吧 哎他居然也就答应了 这就是他从一个学者啊进入到了政坛呢是遇到了第三个伯乐 因为之前我们讲过了两个伯乐知道吧 而这也再一次显示出这个人对于利益和价值的特别清楚的人生的理念 我本来是全力挺洛克菲勒的 要不惜一切击败这个叫做尼克森的人 但是他 他等他一判断哎呦洛克菲勒不行了你知道还没竞选的时候他就觉得不行了那么这个时候呢 赶紧投奔到那个尼克森的麾森的麾森了那稍待会我们再看一看在可以说是奠定他一生的就是中美关系这个事情上的贡献 欢迎您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是刚刚去世的基辛格博士 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这个是恨不得在冷战时期 在这个近代呢 应该是无人出其右 二战期间呢美国就还之前美国是有一些卓越的国务卿马歇尔对不对 爱奇逊呢还有之前的什么买阿拉斯耶和索沃尔什么等等啊这些人 但是冷战时期他是唯一的一个特别就是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影响力的这个国务卿 那当然现在进入到后冷战时期了啊 对情况都完全不一样了 好那刚才说了他提出来的这个三角战略呢 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可以跟中国进行接触的机会 原因是那个时候呢 中国和苏联之间啊出现了一个纷争 就是珍宝岛事件啊 珍宝岛事件之后双方打仗开火了 所以呢这个时候出现了关系的破裂 于是苏联当时驻美国的大使跟基辛格就说了 说这个我们应该联合起来遏制中国 这个非常重要 那基辛吉听到以后非常高兴 他认为说两个共产主义的强国 争先要和美国和好关系 缓和关系 这个对和平来说是太重要了 对稳定来说太重要 他说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三角战略的精髓 于是呢他就跟尼克松讨论了一下以后呢 就向中国发出了这个和解的信号 对然后中国因为跟美国没有任何败交关系 没有什么只能通过中间人 这个中间人呢就是备受美国帮助的 也是在美国的帮助下 打压孟加拉的巴基斯坦这个国家 巴基斯坦的总统是亚亚康 这个人的名字很有意思 当时呢就通过了这个人来传话 那么在1970年12月的时候呢 这个美国就是巴基斯坦 驻美国大使 就把一个信息转给了Henry Kissinger 这个信息来自于一个人 这个人名字叫周恩来 周恩来告诉巴基斯坦人 转告美国说 我们欢迎基辛格博士 来我们这访问 因为从这以后开始的那一连串的动作 叫世人皆知 我们也就不在这 乒乓外交 我们就不在这重复了 什么这个在日本什么比赛的时候 一个美国球队搭中国球员的车 美国球员搭中国球员的车呀 什么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去中国呀等等 这一切的幕后都有一些操作 这些操作呢就促成了中美关系的缓和 然后在Nixon在Kissinger去了中国以后 马上那个时候的苏联共产党主席叫做伯利尔涅夫 也是通过他下面的人请Kissinger到前苏联去 哇在访问中国三个月之后 你知道吗 这个就构成了当时的一个著名的叫做穿梭外交 对他要访苏联 当然跟这个他说跟 因为他跟中国谈判 就是7月9号吧 这1971年的7月9号到11号 在北京待了三天吧 他不是先到巴基斯坦装肚子疼什么的 然后带着三个随行人员一起就到了中国 然后和周恩来见到 然后和毛主席也见到 然后谈了据说是17个小时 历时三天 把整个的东西敲定以后呢 他发了一个代码叫Eureka的电报 回到美国来 然后尼克松接到这个电报之后 没有预警的上了电视台 向全国宣布说现在基辛吉博士正在中国 已经安排好了 我在明年的2月21号要访问中国 所以整个的一下把美国的政界 把美国的盟友 把美国的敌人 把尼克松的批评者什么 全正蒙了 大家都没想到 突然就开始要访问中国了 所以这个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呢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